今天又来这个Seven和Canady的大统华 Mini穿绿色的Canada Clues 跟大统华的绿色都挺合适的 效张 Mini是小学生 妻子变成小学生 这里有个摊位在卖这个大陆Lego 猪骨和五花腩都有这个特价 新年很多这些例盒 这个Mini贵到牛70元一盒 Mini还做完满神 好厉害 性格了 我自己一定不会买的 不过Mini想送礼的时候 都是要给他赚些钱 这个太大了 你选择都要 有个叫杜香村 就是杜香村 有些小朋友很喜欢吃的 Mini觉得健兴好些 嗯 这些小盒点 酥饼 有个安记佛跳墙 不知道会不会炆得那么香 如果说佛跳墙 老虎就说想做 可能去老虎那里吃就算了 有些一盒24包的海苔 法国法 但我不喜欢吃这种海苔 它有些粗身的 我觉得那种口感不够好 维他奶自从有个员工 不知道搞了什么 其实跟维他奶都没什么关系 然后在大陆那些人不能买 连带连个股价都很扑街 它有4元 6包维他奶 可以买个 甜橙1.6.8 但这些虽然是4012 好像不太漂亮 番茄就是贵了 有亨4.29 这里要 还贵过Barnboy的3.99 这边这个 罗马番茄2.99 这边这个都便宜了 那些人抢 都要1.99 匆匆3.2宅 那这里抵个健兴 上个星期3.5 西南花2.29 又不算太抵 西南花1.59 后面包 Mini厚多士 所以他喜欢买厚多士 1元1块 算是很贵 但真的挺好吃 静江蜜瓜 39元 不贵 但他相对地小 比蜜瓜 但都不算贵 以蜜瓜来讲 水蜜桃14元 好像不算 水蜜桃不贵 这个便宜了 蜜瓜 这只黄菇 平时买到3.99 甚至4.5 不算贵 2.99 这边一盒橙 15.88 他说是10磅 即1.26 81磅 那是OK 但你吃不上 晒就另一回事 所以我都买不起 因为晒晒 这个大菇真的很棒 我真的喜欢这么大的大菇 有种这样的癖好 这个小一点也没那么开心 王子菇有得试吃 3.1盒 那就划算了 3.1盒 同样蚝菇3.1盒 王子菇比较 这边 赫新年的时候 礼盒贴了个福字 这里减价了 我又看到不开位 这边有没有减价 这里的大统华 这边就终于减价了 那之前呢 12.49 现在呢 就减到 10.88 即11元 那跟我们之前在Fairy那间大统一样价 那就抵了 但我们已经在这边买了 那我就不再在这边买了 那他就只蠟肠 只蠟肠 或者这个有蠟肉 蠟肠 和蠟肠混合的 这个懒人包 都是10.88 韩大妈的厨片 韩大妈那时候还给妈妈一包 他就说他最喜欢吃这个 现在减价 10.88 这么大一盒 但其实他就很小包 有7小包 7小包 但我不喜欢吃这个厨片 Mini Mum 我不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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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 新年 新年买这个 不用买年糕 给他 你们大桶的 大桶菜油 和熟米油 12.99 OK抵了两年 Mini 永远都不知道 那天健康12.99 平时13.99 低能 17.99 不知道 牛扒没有减价 哇 我要减价 真的 低于10.80 我买 这些 不是最美的肉 那就低于10.80 一块 上次Mini 打边炉 买的肉 是哪一种 这种 极龙 我记得是极龙 极龙 15.99 虽然它是韩式 但我安格斯的 暖 那次是9.98 一磅 羊卷要11.98 一磅 牛卷要11.98 上次看的好像是7.99 很划算 但它可能没有这些 那么漂亮的 看样子也比较漂亮 鸡肉 仍然是划算 但仍然是划算 但仍然是不太便宜 25.99 上次 我们买到21元 又是安妮 上次看的差不多一价 4元 还是5元 不是5元 有便宜 3.99 对 差不多一价 但不是一样大大盒 对 OK 你也可以买 这种挺好吃 这种 乌冬 很烟 鸡银 好 比蕎麦面 蕎麦面的蕎麦味 没那么强 嘿嘿嘿 这个都是安妮亚的 OK 现在已经不是吉岡了 是安妮亚 这个是奸笑的那时候 蕎麦面没那么好吃 乌冬好吃 面身 还有 这个汤底 这个也是好吃 这个就像 昆布汤底 这个就像柴鱼汤底 虽然两样都有 但是成分比重 比重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 但是这个天婦罗 脆脆脆脆 挺好吃 我觉得也是这个 好吃 它都有这个 日本 香港的淡仔 这里就特价399 上次在健兴 就499 还有这个安妮亚炒麵 那你买完吧 UFO 都是日清的 不过就是炒麵 不是当兵位 它这个比健兴 还有贵 上次是1.39 1磅 是划算很多 这个现在要2.6.8 还有 2.9.8 这个更贵 鸡皮1.99 都接受到 你可以买的 如果家里没有 五花腩肉 6.991磅 那不算划算 还要这么胖 不买 Mini有什么开心大发现 3.9.7 大 划算吗 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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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面身 不够乌冬 好吃的 但是 浓郁程度 和 材料的多少 比当兵位 所以 又是正东西 这个 没有骨骨的鱼肉 又不是人民鱼肉 没有减价 12.99 就不买了 不买了 不买的就有减价 但是 家里还有一扇蛋 还没开 所以不用买了 这个 本身是蓝蓝色 变成红薄薄的 形身链 一样 肯定是形身链 才可以买薄薄字 但是 我觉得 普通的包装比较好 红薄薄的 这些蛋糕有点怪 拉拉可以减 4个萝卜 可以买 去到2月 漏啊漏啊 好 那买后面的 12盎司鲨鱼底 这个应该没有骨骨的 这个我好像吃过 没有骨骨的 这个底 这个是平时吃开的 但是 7盎司都一样要 那个价 所以就试试这个 试试这个 这个唯一 我觉得 它的云吞是好吃的 它现在是 11.97 即是12元 4元一包 这个价钱 这个价钱 这里有这些 懒人包 急凍盆菜 现在盆菜发展到急凍 100元一包 我以前小时候 去到大阁毕业 都没有人吃盆菜的新年 但是 自从 不知道这十年 加拿大都流行吃盆菜 但小小上 我就不喜欢 那些味道混合在一起 所以 如果要选择的话 我新年 就不会吃盆菜 如果大班人的时候 他们要吃 觉得节旗应该要吃盆菜 我没所谓 但是 如果大家一起炒两尾 我会更加开心 老人排沙拉丁 没了一段时间 它回来 就4元一罐 现在这里 五个二老百罐 真是超划 看看有没有过期 2028年 去到 老人排沙拉丁 就有四款 四款里面 就有 两只 黄色 黄色的橄榄油 中间这两只 就是 这个 茄汁 有辣有不辣 这样 最好吃的就是 橄榄油 茄汁来说 其实是普普普通通的 所以 就只买橄榄油 有些橄榄油沙丁 是 没什么味 不够香 同时 一条鱼很粗 老人排 沙丁鱼 那个 橄榄油 是特别香 它的鱼 就OK 嫩滑 而且 辣味 它就有 红萝卜 青瓜 那样 那样 那些味道 特别酸豆 其他是做不到的 除非 你买同样 差不多这么贵的 那些葡萄牙沙丁 盐安豆浆 有感觉 五元两半 OK 划算 谢谢 谢谢